在如今的社会一个男人 还会选择入赘到女方家吗 今天的故事是 一个强势女友 逼迫男友入赘他们家 并且当一个孩子 不跟女方性的话 要求男方拿出18万8的彩礼钱 这让家境贫穷的男子雪上加霜 这样的爱情值不值得继续在一起 让我们听听土雷老师怎么说 偶声声说要彩礼 却明明知道对方拿不出来 所以一切都是矛盾的 目的是为了彩礼 钱是死的人不是活的吗 不是有爹养有娘爱的 谁离开谁活不下去呢 土雷老师不会是 敢怒敢言的情感专家 那最后土雷究竟给了 他们怎样的建议呢 我们先了解一下男女之间 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 故事的男主持人龚小张 30岁来自福建厦门自由职业 女主人龚小正今年24岁 来自福建福州 目前没有自己工作 两人一直是一地恋 直到去年女孩去到厦门 跟男生确立了恋爱关系 女生表示男生一直很包容女孩 但是最近发现男生和之前不一样了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大家动动您发财的小手 点赞加关注支持一下 祝您平安喜乐好运连连 来年一定发大财 接着女孩说到自己认识了 另一个男生的故事 突然他早上的时候给我发微信 就发了一个红包 然后刚好被我男朋友看见了 他也没有搞清楚事情的来龙去 然后他就冲我发脾气 那个男的之前是跟他做个活动认识的 平安的聊天 聊了一天以后 他当做了面 他打过电话两次按掉 还有就是给他发了一个 微信红包 然后说你哪些把点消息 我当做我送的 通过这些说的事情 我就觉得说 这个男的可能是有对了的想法 那只是你觉得他对我有想法 男人肯定了解男人之间的花花肠子 那个男生肯定是喜欢这个女孩的 有哪个男生面对别的男人 对自己心爱女人的窥视 而无动于衷呢 男生的做法是拿起女友手机 礼貌地回复那个男人 我有男朋友了 你没有机会了 还把红包退回去了 支持男友的做法 但女孩似乎有点不甘心 他高傲地说到自己 自己那么漂亮 有人追不去很正常了 男生因此还跟女友吵架了 接着女孩抱怨道 福州到下马来 我放弃了我熟悉的朋友圈 放弃了我的生活圈 我到下马来我就一个了 那你现在还这样子对我 我还有什么勇气跟你谈结婚 你来这边我对你不好吗 平时我休息的时候 我一会进把 哪一些你喜欢吃的东西 还做给你吃 拿完以后 你衣服三十天放在那边 你的地步都是水下 虽然说都是洗衣机 但还是我弄的呀 除了你收拾 包括你房间 那么脏那么乱 还不是我打扫 都是我来弄 暖男友不错呀 一个女孩来到陌生的城市 确实不容易没有朋友 没有亲人 但男生对女孩 也是悉心照顾 没有让他干过家务 可能女孩在家 都是娇生惯养的 被父母宠坏了 自己的衣服 放几天都不去洗 这一点足以看出 女孩就算结婚了之后 家务基本是男生做的 接着从女孩口中得知 女方父母不同意 女儿跟小张交往 就算是同一个省 但是不同城市也不愿意 接着暴露出意见 从古至今 都难倒男人的一道难题 是吗 有 你说大事 大事就是 我们家是两个女儿嘛 然后我爸爸一直都是想 要我找一个三文女婿 但是他跟他的家里人 我跟他谈到这个的时候 他跟他的家里人都是不同意的 你上不上门 因为我是我们家的长子嘛 我父母肯定是不能同意这个的 这个最开始还没那个时候 我就已经跟他说过了 99%的男方父母 都不会同意自己的儿子 入坠去女方家做上门女婿吧 女孩此时表示的 如果男方不同意入坠 那两人生的小孩 必须跟女方爸爸姓 这样的话就不收男方家的彩礼 但男生表示 自己的孩子跟老婆姓 会让家里人在外面抬不起头 男方也退了一步 说到两人第一个孩子 必须跟男方姓 第二个孩子就可以跟女方姓 两人争持不下 接着女孩暴露出 全场都不淡定的一幕 如果第一个孩子 不能跟我们家姓的话 那就你就按照正常的流程 给我们彩礼 那你们家针对彩礼的这个问题 你都没有沟通好 就因为第一个孩子 不能女孩家姓 女方就要男方家拿出彩礼 以便要让生的孩子跟女方姓 一方面还要出彩礼 好事都让女方赚了呀 接着女孩说的 我们家那边大概是十几万嘛 但是我们家提出的要求 已经低于我们当地的平均水平了 然后他们家觉得太多 拿不出那么多钱了 要么就是说去借钱 然后到时候我结了婚之后 跟他一起还 没想到福建彩礼也要一二十万 十八万八都还算是降低女方标准了 男方也表示愿意给彩礼 但是一下子拿不出那么多 这就是能让家里的老父亲去借了 女方是想榨干男方父母呀 而男方表示借回来的钱 以后夫妻两个一起慢慢还 可女孩却不愿意了 此时男方解释道 自己家里还有一个弟弟 父母为了兄弟良买房子去老婆 已经花光看来家里的积蓄 现在拿出十几万彩礼 真的很困难 女方家里是两个女儿 男方家里两个儿子 男方家的日子真的是苦 相反的是女方家里 两个女儿父母毫无压力 这也许是普通人家 生儿子和女儿最大的区别吧 如果是屏幕前的你 认为生儿子生女儿 对家庭有什么烦恼呢 可以在评论区交流 接着赵川主持人接话道 男方的立场很明白了 就是可以给彩礼 但是男生不想让老父亲这么累 希望借来的彩礼 他以后赚钱慢慢还 这如果结婚了 肯定会影响两人的生活质量 因为一直在还债 女方就非常不情愿 可故事不仅仅如此 女方去到男方家里 假装做下家务都不愿意 看来是并没有打算 和男生父母一块过来 还是像公主一样 什么家务都让男生做 可男生表示让女友在父母眼前 做做样子老人就是很开心了 心里会想着这个儿媳还是不错的 但女孩高傲的性格 怎么可能答应呢 接下来女孩暴露出真实的一幕 第一眼的印象很重要 不管是在准婆婆还是朋友这一点 一个人在不认识的时候 都是以第一次见面 留下的印象来点评一个人的 所以女孩一直高高在上 看不清男友的父母 看不起男友的朋友 说白了就是看不清这个男生 他觉得男生家庭条件没有他们家好 就没必要在男生亲朋好友目前 礼貌对待 但是这个礼貌是关于家教的 而不是家事 两人争吵不休 赵川主持人看不下去了 在赵川的逼问下得知 就是因为这件事 两人公说公有礼婆说破有礼 争吵不断谁也不想退让 但是双方又都不愿意分开 女孩找到节目组 是请嘉宾老师们给他支支招 看看这样的还婚姻 究竟要怎么解决这个难题 最后赵川总结到两人问题 赵川受不了两人的争吵 点明了一个问题 就是男生从一上台到跟女友争吵 都是搭了着头 说话没有底气 而女人从始至终都是趾高气昂 一直高高在上的在看着男生 一个男人的底气和最大的自信 来自于他在社会上的地位 最直接的就是口袋里面有钱 男生在这方面就吃亏了 哪里能争得赢呢 赵川也拿他们没办法了 只好把这个难题交给嘉宾老师们 首先点评的是阿蒙老师 阿蒙老师指出女孩的强势 被赵川老师压下来了 但是面对男友的时候 永远都盛起灵人 说明女孩没有遇到一个比男生强的男人 或许那个时候 她就不会这么趾高气昂的说话了 人人都要换位思考 你现在提出这么高的彩礼 将来你成为了一个婆婆 你儿子要是娶一个彩礼很高的儿媳 那你将来会怎么办 所以彩礼这个东西 是象征性的东西 双方家庭都能接受的话是最好 这也会让双方则安以后相处中 更加平静 接着是曲伟老师犀利的点评 曲伟老师说到女生 之所以让男生入赘做上门女婿 其实女方从骨子里面 就觉得男方家庭条件 不如女方所以才会处处刁难 生怕女方自己家庭吃亏 女孩也不能不对家庭的一惊于不顾 而男生这边也确实 没有自己的主见 不能朋友说什么 父母说什么都毫不保留地跟女友说 他没有起到一个桥梁作用 以后男生就应该吸取教训 会做的男人两头蛮 不会做的人才是两头转 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 既然决定在一起走向婚姻 就要对替对方想一想 入赘的事情 既不要让男方觉得抬不起头 也不要让女方觉得吃亏 不管是第一个孩子或者第二个孩子 跟男女方性顺序不重要 都是自己的孩子 或者以后可以多生几个 现在国家独放太政策了 女方生两个 男方生两个不就解决了问题吗 接下来是最强的情感导致 土壘一针见血的点评 口口声声说 我喜欢你却不愿意为你去做一些 口口声声说要彩礼 却明明知道对方拿不出来 所以一切都是矛盾的 我最弄不明白一点的是 爱一个人不是应该爱他的一切吗 咱们是不是娶一个人 也得附和着接受他自己的家人 如果真的要是爱这个男人 你要给他面子 你要让他在自己的家族面 打抬得起头 让他不至于那么尴尬 你们的目的不是为了结婚吗 你们的目的是为了彩礼 钱是死的人不是活的吗 土壘不愧是敢怒敢言的专家 对两人的矛盾 理解的十分透彻 结婚的目的是为了追求幸福 两人的争吵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无端的引起了双方的误会 要是两人真的奔着结婚去的 多为对方付出一些 女孩只有真正从心底里认同一个男的 才会尊重他 而不是趾高气昂的跟他说话 不管男生和女生都要有奉献和豁达 未来儿媳在婆婆家 做点家务留下好印象 对未来婆媳关系 有很大的好处 如果这都不愿意的话 最后就不要嫁人了 想要嫁给一个男人 就要接受他的一切 想要娶一个女人也不要 在一些戏之末节上斤斤计较 最后图雷老师说的 这个世界谁离开了谁都能活下去 没有谁是不可替代的 两个家庭原本之间并不认识 也没有关系 只是因为相爱的两个人结合 两家人才会因为婚姻从而变成了亲戚 所以千万不要打着家里人的旗号 想要自己心里那点事情得到满足 最后真情60秒 男生表示不想分手 但是彩礼确实是一个难题 女孩表示不要拿彩礼当做借口 那这两人会不会再给彼此一个机会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最后女孩没有再出来 男生看得出来不仅仅是失落 也很无奈 在两性关系中 婚姻真的要通过财力 才会有保障呢 如果是屏幕前的你 家里嫁女儿 你觉得收多少财力合适 家里娶媳妇 你愿意黑多少财力呢 这这个材料古往进来 拆散了多少鸳鸯 阻止了多少爱情的诞生呢 屏幕前的你可以在评论区 说出你的见解 一起来讨论一下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陪伴 我们下期再见